日本新闻网报道 日方今天发布消息说 在钓鱼台附近海域发现一艘中国大陆渔政船 这艘船前一天也曾在钓鱼台附近海域航行 雾霾天气再度袭击中国大陆河北省 大陆媒体今天报道 当地迹象台已发布大雾霾最高级别预警 河北境内有15条高速公路因雾关闭 中国大陆围权人士王永宏等三员 20日在北京鸟巢体育馆附近拉红布条 要求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贯彻宪法的谈话 被警方扣押数小时才释放 中国大陆卫生部21日公布公共厕所卫生标准草案 征求社会意见 草案建议将公厕一臭味强度分为四级 公厕内苍蝇数量成为分级标准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